Hello 大家好 這個是一個錄製的節目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都是 差過半天 一周股市大市 我們又跟大家 看看過去 但今個星期就不是太多 今個星期不是太多 只有一、二、三、四、五樣東西 其他那些 我們按照老規矩就不重複 大家看螢光幕就OK了 第一件事當然要說銀行股的業績 如果以現在看下去 恆生的確是做得最好的 匯豐就倒退了 33% 東亞是最差的 東亞如果計算 它的減值撥秘 和那個撇像是倒退了 50%多 好像是50%多 那就是嚇我一跳 大家可以看中銀的業績 那就會看到銀行股 裡面是否真的恆生 最好 我也有些朋友問我 看了你的分析 現在買恆生收息好不好 我說好 差不多五里幾息為何不買 對不對 你想想你的疫情最多是去到4月 它又不會去到明年 這樣的話收息都OK 但是大家要知道 流岸 或者貿易不會這麼快恢復 它會慢慢恢復 就是說它可能很短時間 可以彈回到170多元 180元 但是你要它彈回到210多元 可能就要一兩年時間 這個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但是我覺得收息是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又看恆生之後 匯豐 東亞 我們再看中銀香港 我們就可以知道 是否最好就是恆生 冠軍 冠軍 2778 冠軍 冠軍的業績其實都過了骨 它分派收入都是升 2019年都是升了2點多 2點多 其實跟恆生差不多 但是它的股價做得差 今天4.5、4.6 所以大家都是拿著 因為它現在差不多接近6尼息 6尼息 我相信 這個社運事件 過了疫情之後 當然零星還會有 但是好像以前那麼大規模 應該沒有了 如果疫情恢復 它的租金也可以恢復 但是因為租金有租約的問題 所以可能又是會 譬如說4、5月的疫情好 開始社治流租金可以提升 多人租回 可能都要去到年尾 或者第三季、第四季 才可以有反彈 所以大家一拿的話 就餘了半年 但是我仍然都覺得 朗豪方和花園道一號 是一些在香港不能夠代替的地方 大家記住買股票 就一定不要用一些應急錢去買 你用一些應急錢去買 就麻煩被迫要剪 我從來都不會用的 所以我都在五個領域入貨 即是在三、四個月前 我就當收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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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呢 其實是不止Apple的 除了因為中國的疫情 令到它的股價做得不好之外 它都跌了幾多 即是這個 升不到 起碼 你看到Apple起碼升不到 昨晚都低了 四月剛才星期四挺低了1.3% 那麽其實還有一隻股票 那麽也是下跌的 那麽就是Adidas 因爲這個疫情 的關係 Adidas 是由一月中最 也就是3200元左右 已經跌到去昨日收285元 這卻跌十幾個巴仙 但我又有看到 1962 股价股价就没什么移动 那应该就是Adidas 它倚靠中国的比重多一些 飘马也是 那这些大家可以怎样说 虽然那个生产链是离开了中国 但是中国仍然是 苹果占15% Adidas 我不知道 仍然是其中一个大的消费市场 那大家如果苹果我自己 我个人 坦白说如果它的股价再调整一点的话 我自己就会再入多 我想是几万美元左右 我想入多3万美元左右 苹果我开门口的 主要是这样 Microsoft那些我不敢买第二柱 因为升得太快 所以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如果因为它其实供应链 怎么都离开中国 供应链其实离开中国 对于那间公司还有利 因为中国是越来越贵的 它只是有一个设厂的成本 但是起码玩10年 但是问题是 只要中国仍然是 它们的consumer market的话 疫情过后 可能五六月过后的话 苹果的销售 Adidas的销售 是应该可以回复旧观的 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 比如说苹果Adidas这些 当它的股价是有些比较深的调整的话 可以入一两柱是OK的 Tesla Tesla就真的客死的 Tesla的股价是 因为它真的大上大落 它曾经飙过差不多 飙过去 又回到九百多元的 我昨天看到它一跌 一天就跌了5% 但是收市它又跌了1.9.6% 就是它每天是几十元几十元的上落 所以大家就 就是你自己想吧 这些 我看有一个访问 她的一个女人 她说Tesla的股价要看四千 他当Tesla是那些科技股 是那些 就是好像Google的科技股 大家有看消息就说 Tesla开始会在中国做那些 就是用菇 今次那边做个股那个 用来做那个电池 你看到那个洛阳木业 就当场跌了 因为为什么它不用它 这些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消息 我就不懂这些东西 我不懂这些东西 我就不会买的 我不是这些电池的专家 我就不会斗这些东西 直到我有knowledge为止 但是大家就自己衡量Tesla 是吧 因为你想想这些股价 它一天四五十元上落 人都吓死的 真的 对不对 那PE是多少呢 PE就是没有登出来的 就是我们上次估计 应该是过一百的了 应该现在的PE是 另外一样东西就说 航空业 中国的航空业现在非常严峻 大家都有听过了 海航 就是海南航空 就被海南省正式国家接管了 有机会就出售了 它这个航空的业务 还有中国有很多 就是最大的 比如说东航 南航 中航那些 有一些小的航空公司 比如春秋 我也搭过的 国家是有这个intention 就是将他们 卖给大的航空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亏损很严重 很严重 海南海航 基本上是给不了负债的 就是还不了债的 所以大家看到 香港航空也是 一即炒 香港航空即炒一百人 一百五十人 全会炒四百人 加上国泰之类的 所有这些疫情之类都很严重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是不买航空股的 我们是不直接买航空股的 大家应该要知道 所以如果大家拿着这些航空股的话 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比如南航 东航这些 你把一间亏损了的航空公司 小的 拼进去的话 其实等于叫他捧了他的坏仗 那他本来是顶得住都变成了顶不住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政策是有点问题的 是有点问题的 就是说这些公司正常 由他收拾了就算了 由他收拾了就算了 最多是帮他债务重组 就是怎么解决债务 但是你肯定把亏损 不处理的亏损之下 而拼进去一间 已经快要亏损的大公司的话 那是没意思的 就是那些负债和 那个严峻的情况 只会继续存在 大家明白吗 比如香港航空的话 大家想想 他说他差不多过去那七八年 他都是危态的 是吧 就是怎样打那些养液 输液下去 他都是危态的 那为什么不 就是是不是那个 就是那个业务 那个饱和点已经去到了 你再加些下去的话 不就赚大家死 是吧 所以航空股 大家看到我从来都很少碰 就是香港或者中国的航空股 甚至我完全没有碰的 是吧 好 那投资日节呢 我们其实已经说了六篇的 那剩下一篇呢 我们会说700腾讯 那接着还有两篇 那所以大家除非这些 就是这些subject 很有兴趣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大家就订阅三月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其他我就不重复了 那大家就看回形光幕就OK了 要说的东西都不多的 只有五六个point 那我们的铸石狗组合 那我们的铸石狗组合 那就49个月增值113个percent 那我们的网址 那我们的网址大家 都完全做了 那多谢大家 由礼拜一 或者上个礼拜六 收睇到现在 那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那下个星期的中国民心 香港民心 再和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小心注意抗疫 多谢大家收睇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